Hello,大家好,Huchu Channel 早前介紹了三個地方的自助餐 有網友說全部都考膠椅,吃不起 三條自助餐片點擊到十多萬 上蒲京自助餐到十六萬 多謝大家收看 不過做完片沒多久 客人又回來了 他們馬上加了價 真的要說聲不好意思 最近有朋友分享在蒲京酒店裡的北夜天咖啡 中午半自助餐 不錯,有多划算 價位是200元以內 我當然要嘗試一下 再出報告給大家看 他的套餐很簡單 分A、B、C三個餐 A餐125元,沙律巴加餐湯 B餐160元,沙律或餐湯加主菜 之後飯後的甜品、咖啡、滑茶和飯前的餐包 大家都是一樣的 C餐最貴,加一200元 我選了B餐160元 沙律任吃任拌 我拌了這個也很棒 六、七款火腿 再加煙沙、文魚、牛油果 還有其他配料相當不足 旁邊的那位Brother還搭得漂亮 比我更大盤 色香味俱全 昨天中午去吃 見到七八成座位滿了 所以有點叫助力 吃完一大盤沙律 我都飽了一大半 但要發揮專業精神 我一定要吃下去 今天的主菜有四寶飯 黑椒牛柳、羊架燒春雞、香煎三文魚和海鮮天虎羅當 我叫了黑椒牛柳七成熟 即是熟了 因為我都怕血淋淋 朋友就叫了五成熟 牛柳的質素都不錯 脆 還有煎得很香 有朋友叫了煎羊架 有兩件 他給我試了一塊 羊架似乎更好 所以如果這個菜單的話 我就推介羊架 不過有少少酥 如果你不怕酥 羊架就一流 他的挪威三文魚也煎得不錯 而且沒有骨 至於四寶飯 簡直是蒲經的看家本領 特別是叉燒 如果不是說奧博當年 為什麼派叉燒飯這麼有信心呢? 這個四寶飯是適合長者吃的 飯後有咖啡、滑茶 我叫了一杯咖啡 還有凍檸茶、熱檸茶、凍咖啡、奶茶等 甜品就是斑蘭大菜糕 這些都是平常食物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 由於我們吃B餐 即是160元那種 沒有餐湯 如果你選擇有餐湯 昨天有羅宋湯或龍蝦湯選擇 聽說他們的主菜 每個星期都會更新 有些不同 昨天我就推羊架和牛柳 不知道接下來這個星期 或者之後有沒有 老實說 我拌了一大盆沙律 可能火腿、肉類多 之後再吃個牛柳 一杯咖啡和吃個甜品 是飽到上心口 說真的 去到夜晚晚飯時間 都不覺得怎樣餓 賣單計數 86元加1 即176元 還可以按消費卡 澳門居民 當然性價比OK 又不是像你媽媽大減價 和你爸爸那種 不用刻意 經過有機會就試一下 希望出完片 他們又不要加價 雖然現在嚇多了 如果200元開外 性價比就低了 好 這集就先講到這裡 未來我會試更多自助餐 拍片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喜歡 好 這集先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圍 多謝你們的支持